这个时候我们介绍一下Qt下面如何建立OpenGL ES2.0的这个开发环境 那么实际上跟我们上一节课的OpenGL很像啊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还是给大家建立一下 首先Qt杠ES2 这一次呢 我们不再把这个环境建立在主窗口里面 是建立一个另外的窗口里面 这样的话加以区别 好 有了以后 那么我们同样的 把 这会儿就应该考谁了 考ES的环境 同样修改我们的输出配置 连接器不管输出文件 这里要改 然后我们这里面的输入要改 输入我们要输入的是JR ESQ 那边一节 这两个 设置成景象 然后我们这里面呢 不在原来的窗口上做 那么怎么办呢 我做一个弹出式的 新建一个类 这会儿我建一个Qt的GUI 这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加个头文件也可以完成这个过程啊 这个叫QGUI Q OpenGL ES2窗口 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包含 这样的一个变量 这个请大家注意 这里面会有一些小问题出来 独立窗口 同样我在这里面 setup 这里面也给的VenID 这个是Qt 这个类里面带的成员函数 还有一个get EC 这个也是G类里面自带的成员函数 同样销毁 点Subdown 绘制我们一样 你也可以写个Timer Public Public Cue Slot Void Render 同时呢也有个Timer QTimer 包含对应的困件 那我一样的要把这个连接起来 信号和草连起来 Timer Timer 信号 Timer Mout 炒 fender 编辑几次后 我干什么还要启动它 16毫秒刷一次 在Render这个槽里面我们就干什么呢 好把它移到cpp里面来 编写 这里报了 找不到这个文件 是我们的依赖路径没给对 我们加这个吧 要把这个依赖路径 附加的一个路径给它加进来 放到最下面吧 还有这个库文件 我们也应该的指定在哪里去找 这个目录下去找 这个库文件 这样我们就建立完了 但是还没有去调用这个窗口 那么我们在哪里调呢 这里面 包含我们的q 这个 建立一个我们的窗口 其实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还要做一个什么呢 你size改变窗口大小 然后 大家看这个窗口也就出来了 那么有些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如果说我把这个窗口做成紫窗口 这样 给this把它做成紫窗口 那么我们再看 也没问题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加了layout以后 那么这个就有问题了 这个请大家注意 加了layout 加了layout以后 你就不能在构造函数里面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 我们来试一下吧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函数啊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函数啊 名字是7 谢谢大家 这样的话我们把它铺满到整个窗口里面 这个洞在包含的还有点小问题那我们就用一个 加了一个H这样的参数少了一个运行 大概这样的话就会报错 这个请大家注意 那么怎么样避免这个错误呢 在这个里面不能够直接去建立OpenJ的环境 我们需要单独的加个函数 切到CPP当中 那么在我调用的时候 这个做完之前在这儿 在这里调它 这样它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ES下面如何在QT下面如何建立ES环境 以及我们在建立环境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 那么这个课室到这儿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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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点好